真的來說 這個新聞太誇張 有一個冷血男掐死一家三口 帶著狗逃亡 這是什麼邏輯啊 那新聞有時候滑到這邊 我有點不太敢點進去看 但是我看著說 到底現在是發生什麼事情 一點一看 唉唷 看啊咧 聖美 以誰這... 冷血男狠殺全家 但是他又很愛狗 愛狗是煮米糯米 帶狗逃亡 招待 人家有訪問鄰居 還是認識她的人 說她平常人的還不錯呢 是啊 所以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這個故事的女主角呢 是一個三十歲的陳小姐 陳小姐呢 她帶著她三歲的兒子 她是一個單親媽媽 離婚之後呢 她就跟她的媽媽住在一起 她原來做什麼行業 她做過很多行業 這個陳小姐呢 之前包括在便利商店 當服務員之類的 打零工什麼都有 那之後呢 她就到一個類似酒吧的地方 當這個服務員 其實這個經濟壓力也滿大的 這位陳小姐是在一個 打麻將的時候 認識了一個男生 這個小張今年只有二十四歲 比她小了六歲 打麻將的時候認識這個男生 比她小幾歲 小六歲 所以她只有二十四歲 然後他們是在兩年前 那兩年前她也才二十多歲嘛 然後兩年前他們登記結婚了 這個小張呢 就跟這一家三口住在一起 所以這個一家三口裡面 包括了阿嬤對不對 包括陳小姐本人 包括三歲這個孫子 再加上這個小張 然後小張是做什麼的呢 有手好賢 這是我們看是有手好賢 他對外都不是這樣講 有些人你問他要做什麼 他說我做金融投資 我賺的錢比你這樣每天 做這些工作多很多 你都不知道所謂的金融投資 是幹嘛的 總之呢 這麼長的時間以來 這家庭裡面的開銷 其實都是陳小姐工作 來去養這個全家人 然後這個小張呢 前一陣子 還跟她的岳母講說 你借我點錢 因為我現在有一個投資很厲害 這個投資出去不得了 我們都能買房子 就跟她岳母 大概借了快四十萬 老人家想說有點積蓄 你說要做一個投資 我就借她了 借她之後呢 這個岳母有一天很奇怪 就發現怎麼她的手機 有人傳簡訊就說 張某某你欠我多少錢 限你什麼時間還 她講的張某某 不就是她女婿嗎 她想說怎麼會這樣 原來她不只跟她岳母借了錢 還到處用她岳母的名義 又在外面就是 也借了一大筆這樣子 所以有一些爭執 然後到了五月的時候 有一天呢 沒有跟這一家人住在一起的 是另外一個 等於是陳小姐的姐姐 姐姐呢 每一天都會跟自己的媽媽通電話 好 姐姐很孝順 就覺得那段時間怎麼 打電話媽媽也沒接 傳來媽媽也沒回 她就有點覺得怪怪的了 甚至於有時候打電話的時候呢 媽媽沒接電話 反而是這個小張接著電話 就說那個說她岳母在忙 什麼什麼 這個姐姐就覺得不太對勁 因為之前她跟家裡借錢 有一些爭執這些事情 其實這個姐姐是知道的 終於她實在受不了了 她就來到他們住的 這個三重這個地方 然後就是暗門裡沒有回應 所以破門而入的時候不得了 就發現說這個媽媽 這個阿嬤 包括陳小姐 包括三歲的這個小孫子 三個人都已經死亡多時 已經好多天了 好多天 然後跟你們一起住了 這個小張不見了 所以一定 這個跟小張一定有些關係 所以警方開始到處去找這些 然後過了大概六天找到她 於是大家就看到那個 很經典的畫面是 她抱著一隻狗 我從來沒看過警方抓到人 竟然那個嫌犯是抱著狗的 當然也有人罵說 奇怪了 為什麼一定要讓她抱那隻狗 這不是很奇怪嗎 這隻糯米呢 她一直抱在懷裡面 然後一直不肯放 然後就問她 然後她講的意思是說呢 後來她承認說是她殺的 原因是什麼呢 她說 我太太劈腿 我覺得她外面有人 所以我殺她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因為這三個人都被她殺了 所以她自己可以編 各種殺人的理由 她說那她批頭我殺 問題是 妳是怎麼殺他們的 更詭異 她說 她先殺了她太太 在房間裡對不對 她說我把她悶死 悶死之後呢 因為那個岳母住在 另外一間房間 她是第二天 才把她的岳母殺死 也是悶死 悶死 然後到了第三天 才把小孩殺死 她是分不同的時間 把這三個人殺死 妳為什麼連小孩都殺 她有警察問她 她就說 我都把她媽都殺掉了 又把阿嬤都殺掉了 沒有人帶她 她說沒有人帶那個小朋友 所以她把她殺了 那她的狗呢 對 最妙的是 那妳怎麼把糯米 對不對 就... 我們吊一吊 她就抱走了 也因為她把糯米抱著 你知道這糯米是誰的狗狗呢 是這個岳母的狗狗 是岳母平常在帶的 她就把牠抱著 警察也因為糯米才抓到牠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全家人就是這個 小張不見了 家那隻狗不見了 牠出去逃亡的過程當中 牠拎了一個是粉紅色的 這個行李箱 顯然是牠的老婆的 重點是牠抱了一隻狗 很奇怪嘛 這哪裡監視器都拍到 都會有一個人跟狗 人跟狗都分不... 沒有分開 所以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抓到牠 然後警察當然也會問牠說 為什麼你殺了人 你知道牠把三個人 祖生三個殺了之後 牠又隔了一段時間 牠一個人辦三個屍體 接下來牠還做了一件事情 牠打電話 叫人來幫牠清魚缸 然後那個清魚缸的工人最衰 為什麼 因為監視器一開始拍到 是穿灰衣服的工人 所以一開始警方 懷疑是這個工人 為什麼 只有你進出他們家 牠就進來 因為主要是牠身上有拿工具 牠就進來 然後清這個魚缸 把它都清乾淨 其實牠清魚缸的時候 這三個人已經死掉了 所以後來其實警方 有問這個工人的時候 他說 牠來清魚缸的時候 有聞到臭味 對啊 我一直以為是那個魚的味道 其實是這個屍體 發出來的味道 總之 這一個人落網之後 更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這個小張在逃亡的時候 警方是不是要找牠 因為後來是在台中找到 警方到處找 就去問這個小張的媽媽 警方打給這個張媽媽的時候 你知道張媽媽第一句話說什麼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牠去哪裡 不過那個糯米還好嗎 所以這個家庭 大家都不知道說 你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再來 你到底 你真的是這個女生劈腿嗎 我不相信 我認為是這當中 會不會牠在外面 其實欠了更大的一個債務 然後造成這個 所以家人知道 現在不知道 總之 全家人對牠這麼好 牠沒有工作 甚至於養牠 一個軟爛男 最後殺了全家 你都會覺得天哪 這根本就養了一個白眼狼